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樣 只要一腳道插座 就擠著想要充電呢 但你真的知道 手機電量升到百分之多少的時候 充電才會對手機最安全嗎 其實大概80日 我就一定會充 我會覺得沒有安全感 智慧型手機用戶 都曾經歷過的充電抉擇 但往往越充 電池越不給力 專家提醒 恐怕你已經錯過充電黃金時機 當電力低於20%才充電 並不適用於手機的離電池 過低電量只會造成電池損傷 充電也會變慢 久而久之電池壽命 還會跟著降低 但一旦用到手機自動關機 完全沒電情形 這是對手機電池更是致命傷 重新在充電的時候 要給它一個很大的電流 你手機才能重新再啟動 所以這個時候 對電池的損傷是非常大 一年左右 對啊 就會考慮換電池 對 完全沒電才充電 會造成內部電壓過低 容易讓手機無法開機 甚至難順利充電 而電池也有所謂的充電周期數量 次數用完 電池就宣告壽終正寢 專家建議低於50% 就該準備充電 電力沒有恐懼症的話 你低於50 你再差都會對這個電池比較好 這年滿電後還在續衝 其實也會加快電池容量損失速度 造成容量變低 手機也越來越容易沒電 掌握低於50%在充電原則 才能將手機電池效能發揮得更久 更耐用 記得洆湞茂 李佩萱 Table Doll